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各位 欢迎情感专家马勇老师 大家好 我是马勇 掌声有请一号男嘉宾 男青梁30岁哈尔滨人 龙虎飞篮球俱乐部负责人 欢迎 篮球俱乐部负责人 直接从高度就能看出来 他们这个台本写的 就是伤害性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男嘉宾你好 你身高有多少 我身高一米九一 你是什么时候和我一样高的 还有什么 二吧 太羡慕了 接下来我们要赶紧 欢迎时间来了解一下 精良小Q问答 你在恋爱中是恋爱脑吗 A 是的 B 不是 我们恋爱脑只有三颗 我是做过一个 让我很后悔的事情 就是在我22岁的时候快速的领了结婚证 然后很快的领了离婚证 就是因为一段爱情 哇 这个蛮恋爱脑的 那是因为当时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没有看出来他有暴力倾向 所以问你想要找一个什么样的男生的时候 你只说了两个字 温柔 对 说实在的你给我们的感觉 你整个人的 哪个状态 我觉得完全感受不出来 曾经有那样一段 就说明你依然对爱情保有着那种 特别美好的期望的状态 对 对 对 非常好 工作后父母资助生活费 你愿意接受吗 A 愿意 B 不愿意 大家好觉得就是有一种 我工作了我还要靠父母这样的一个误解 其实在我看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 就像你和父母之间是通过这个生活费来增加你的一种牵连 就比如说像我刚工作的时候 我妈妈会时不时地给我发一个红包 然后现在我的工作就还不错的时候 我妈妈给我的要求就是每天一个200的红包 然后的话 你要给她是吧 对 对 对 每天要有一个刚发完 大家不要单纯地把钱看成钱 把它看成一种感情就好了 它是一个我们沟通的一个桥梁 我觉得很好 对刘杰荣来说是这样 那对于其他人呢 我是不愿意接受父母的资助 如果工作之后的话 因为就是我之前大学是在国外上的 然后呢我父母年纪其实也比较大了 我就觉得他们那么大岁数 然后还愿意让我追逐我的梦想送我出去 一年要资助我十多万这样子 确实是心里很过于不去 然后我就觉得我就想赶快长大 能够把他们给我的爱也回馈给他们 这是四号女嘉宾 我特别赞同她的那个想法 因为上大学的时候 是当时一直每个月都在拿着父母的生活费 但是每到寒暑假的时候 我都会出去做一些兼职的工作 可能会让我更容易理解他们 再就是我当完兵退伍回来之后 又选择继续去读研所有的学费呢 也都是这两年部队给发的退伍费 再加上我在读研的期间呢 也一直在做这个篮球教练的工作 所以就基本上没有怎么靠过家里 我们来看一下这轮小Q问答之后 我们有四号 五号和六号 三位女嘉宾 根据答案的这个遗致率都最高的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一轮用小分钟打分 一起进入有缘相见 到目前为止场上八位女嘉宾 选出你心里的前三名 好嘞 接下来女生们请考虑 请打分 分数很高 东北老乡依然给了五分 其他的女生分数也都不错 接下来我们还有大把的时间 来了解一下南金梁短片看一看 我叫南金梁 一个爱篮球的博士代读生 从小打篮球 打了十几年 练就成一个真正的热血液汉 白号 球场飞泥球 爱博森是我的偶像 CBA是我的梦想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逐渐认知到自己的天赋和身高一样 都是有天花板的 篮球的梦想非常渺茫 篮球教会我按规则去赢 更教会我体面并且有尊严的书 大学后 我投身军营 练就蒸蒸铁骨 退伍后 在龙虎飞篮球俱乐部 担任校区负责人 从最初一个学员到后面击败 见证着孩子们的篮球梦想 同时我努力深造 拿到了吉林体育学院的硕士学位 还申请了马来西亚林肯大学学院的博士研究生 疫情期间我还主动申请参加疫情防控 并获得志愿者荣誉证书奖状 我是热水运汉 但也有流情灵面 我爱唱歌 爱冷送 心思细腻 情感丰富 谈过很多次恋爱 但我最想要的爱情 是纯粹的爱情 不喜欢附加条件的爱 即使你不说 我也一定会给 这个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可以当主持人呢 很浑厚 关键很有意思的是你 读了硕士 现在正在申请博士了 对吧 是 是今年的五月份 正式录读 但是现在 应该还是在国内上网课的阶段 在哪个学校 博士在读 在马来西亚 一开始我要考这个研究生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体育还有研究什么 那你们要研究什么 天天跑步吗 研究生研究的是哪个方向 是体育教学 体育教育类的 博士读的是教育学 但是是教育学门类里边的体育学 硕士是体育学里面的教育学 博士是教育学里面的体育学 因为我自己是特别喜欢南京这个城市的 而且之前我也做过这种了解 因为现在 想去大学当许一教师的话 必须要拿到这个博士的学位 所以说我就申请 规划特别清晰 而且有行动力 男嘉宾是做体育的教育的 我本身是做音乐教育的 所以我是很认同他的这个观念的 因为现在很多人有一个误区 就是好像觉得教体育还有教音乐的 是不需要太高的学历的 其实不是 现在在这一块的话 学历越高但是越吃香 会得到更多家长的认可 也确确实实可以把更多专业的 东西放到孩子们身上 所以我觉得这点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真不愧是我老乡 谢谢 还有一个在我眼里很闪光的地方 就是你在大四毕业的时候 选择去当兵了 对不对 是自己做的这样的决定吗 对 是我自己做的 因为男孩子都有从军的梦想 就投身到这个军营里 你当时当兵当的是什么兵种啊 通信兵就是跟在手掌的旁边 背上一个小电台会发一些密语啊 或者是摩斯密码那种东西 因为每一天别人可能在训练啊 在打枪 但是我们就是拿着那一张密码纸 你要一直把它背的 就是拱瓜烂熟的那种 当时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上传下达嘛 好多人啊回来时候都会问 说你这两年你到底学到了什么 其实并不是说我学会了做菜啊 我学会了蝶背啊 我学会这种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之前你不敢去做的事情 但是现在你有勇气去做了 比如说 对 因为是正好是去年的时候嘛 那个时候呢 其实没有想到说 后来会疫情会这么严重 我是看到这个社区的群呢 在就是说因为人手不够嘛 所以我就自己找到了这个社区 跟他们说 我说我可以去参加 这个疫情防控的工作 然后当时这件事情呢 我也是跟我母亲说了 我母亲说 这很好啊 虽然说就是我觉得出去之后 会比较危险 因为那个时候满大街 其实都没有人 但是我妈妈说 说既然你选择了呢 你就去 她说如果你们人手不够的话呢 我也可以去帮忙 也到后期的时候啊 确实我母亲也跟着去站岗啊 虽然她年龄已经很大了 但是一直都就是非常支持我 包括那个时候我讲着我要去 新疆那边吧 我说我想去支个教 想去献一份力量 母亲很支持 就像前一阵特别火的那句话嘛 就清澈的爱只为中国 她是特别希望我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所以说她一直以来都没有限制说 我具体该怎么怎么样 我没有 她这么说 我觉得她讲述出来这个语气很平淡 但是感觉就是给人一种 真的是觉得肃然起敬的那种感觉 退舞老兵 退舞不退色 这个男生说实话啊 真的挺优秀的 所以如此优秀的你今年是三十岁 是 感情有极端 当我们下期视频 pada我们下期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 感谢观看